请请 爸 这就是我跟您说的那个 大浪 您未来的二女婿啊 怎么了你 聊了半天你没跟我爸说呀 我一直想说没来的一说出来 什么呀你看 害得我爸一直拿你当亲家了吧 你可真是的 爸您怎么了 这是我女婿 您要上哪儿去呀 我 我砸跑鸟看看我还活着没有 爸 你别叫爸别叫爸 我会脑溢血的 是 爸 你让我多活两天吧 我求求你求求你了 我扶你去厕所 别扶别扶 你千万别扶 看见你 我兴许尿不出尿来 你这个 有 CC 伟伟 你刚才说的大浪是谁呀 小浪他父亲 那小浪又是谁呀 我儿子 你儿子 那儿子的父亲是谁呀 你 你 美美 你绕来绕去 绕得我心跳啊 真热啊 跳起来 来 喝点水 果立成啊 就你这把年纪 娶我们美美 合适吗 你自己说 只要有爱 年龄不是问题 六十岁的人了 光爱就行了 我身体挺好 没问题 你自己觉得没问题 不输给年轻人 可是到了我们这把年纪 那是一年一个光景 说不准 哪天摔到地下 就永远起不来了 我身体非常好 我怕长城和年轻人一样 再过十年你就七十岁了 我们美美呢 四十多岁 孩子长大了 正是享受天文职乐的时候 我们美美会过什么日子 守着你的病床前 伺候你这个老病人 不会的 您说的那是我九十九岁的时候 我 我 你好了好了 你什么都不要说了 我问你 血压多少 高压一百九 低压一百亿 尿酸汁呢 四百 不行 不行 美美 她就是那种摔到地下 起不来的人 爸 您干吗老店 让她摔跤啊 这不是有我的吗 我争取不让她摔这一跤 不就行了吗 美美 你这么不听权 你会后悔的 我不后悔 您刚才自己也说了 咱们两家有缘呀 有缘 太有缘了 差一个字跟你妈同名 差一轮跟我同岁 哎呀 太有缘 太有缘了 我说左大爷 我求求你 放过我们美美行不行 左大哥 我求你了 爸 贾老师 贾老师 我这把年纪要请你女儿 你的心情我也能理解 但是 我会比别人更加注意 我自己身体的健康 请你相信 相信我 我一定把尿酸值跟血压 都降下来 要是我身体 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 我吃药 我加紧锻炼 我会尽全力 让自己身体健康长寿 让美美得到幸福 贾老师 为了我们的幸福 求求您 就答应我们的婚事吧 美美美 这件事 你是认真的 是 做件事 你是认真的吗 我是认真的 是 用我考虑考虑吧 不过我提前告诉你们 即使我同意了 她妈是万万不可能同意的 还有见了她妈千万不要张嘴 谁就叫妈那会要了她的命呢 好的 我一定听您的 什么时候叫 美美还告诉我的 我的尿酸值 大概就剩下三了 你不会到现在还没睡的吧 这么多的事怎么睡啊 我倒想休息呢 你为什么当护士呢 是啊 我为什么要当护士 我很小的时候我爸就死了 我跟我妈相依为命 我妈就是个护士 特别能干 明明自己身体不好 还没日没夜地干 完全是在为别人拼命 其实我小的时候就想 我长大了坚决不当护士 可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现在居然干着 跟我妈一样的职业 那你妈妈现在呢 死了 累死的 那 那你现在就没有亲人了 我快下班了 你要不要送送我 好 好 你来这个妈 我等个人 妈妈 点点 来 这是我女儿 我就是人们说的那种单身妈妈 所以你现在应该明白了 我一个当妈的人 不可能跟你这样一个小弟弟交朋友 走吧 林冲震惊了 她从没想过她有个这么大的女儿 更没有见过这么自信的单亲妈妈 自信让她如此美丽 同时她也确信自己真的爱上这个人了 爱她 所以觉得她的一切都是好的 都是合理的 都是有魅力的 这事啊 还得您跟我妈先吹吹风 吹吹风 怎么吹啊 您当个事好好构思一下呗 构思一下 像编那个电视剧一样 编点事 装傻充动的忽悠人 你妈可不是那么好忽悠的啊 她就像个炸药包 链子都外边露着呢 吹出个火星来 棒 炸了 那怎么办啊 您不帮我了 帮是帮啊 我问你个事 什么事啊 你是不是怀孕了 爸 你是不是因为怀孕 不得已这么急着白脸的 要跟她结婚 要不还是 有什么把柄让她抓住 您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爸 您这不是怀孕我的人格吗 我要怀孕 我十八就怀了 我等现在 不是 你找谁不行 找了这么个人 我实在不好理解 就是喜欢了 爸所以要结婚 很正常不是吗 不正常 你老爹 又不缺个老弟 本来是弄个女婿 结果给我弄了个老弟 这实在是不好理解 爸 我开始讨厌您了啊 这学期我可能毕不了业了 为什么 因为有几门考试没过 得等到明年了 怎么会呢 妈您也别担心 这些都不是我太喜欢的专业 您能帮我告诉爸爸这个事吗 小冲 你现在是大学生了 应该有点男子汉的担当 自己告诉爸爸吧 好吗 可是我爸他现在 让我这个找想累死我 干什么 你说 你带来这么个老东西说实来 爸 什么老东西啊 多难听啊 再怎么说将来也是您女婿 您说 将来再给您生个外孙子 还不是您的血脉吗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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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提外孙子了 我就愁这事 你说你和你们那位老东西 要是生个孩子 一见着 面前俩老头 你说是管我叫爷爷 还是管你们那位叫爷爷 瞧您说的这都是什么呀 本来嘛 小孩见着长胡子 他都叫爷爷 你说他管谁叫爷爷 行了 这事啊以后再说吧 您先说那阴谋的事 阴谋的事是这样 这个事呢 得慢慢来 不能一下子就说 这是你搞的对象 先让他 以你们领导的面目出现 多来几次 然后呢 投其所好 爱吃刀削面 就让他给你妈做刀削面吃 慢慢的 你妈看着顺眼了 到时候看准时机 咱们就捅破这张纸 哎 你妈乐意不乐意 那就爱谁谁了 可是他不会做刀削面呢 学啊 投其所好啊 就是投你妈所好 祝你成功 我一定会孝顺您的 还要孝顺你妈 我妈她终究会理解我的 你妈终究会恨死我的 喂爸爸 我在火车家家里 你来接我吧 好好好 你把地址发给我 我叫火车家把地址发给你 对了儿子 在小朋友家别淘气啊 听见没有 喂 喂 哎 这小家伙 不是 你就是火车侠啊 对啊 在学校我是邱老师 私底下呢 我就是他的火车侠 他好像很喜欢这个卡通人物 真太谢谢你了 对了 我买了点冰淇淋 咱们一块儿吃吧 好啊 谢谢 来 爸爸你又知道了 小远哦 你怎么回事 到全方老师叫来 也不跟爸爸说一声 可你不能总让我和 九老师在办公室等你吧 是我提议到家里来的 这样他可以看电视 我也可以做饭 都不耽误 你要是忙完了 也不用赶着去幼儿园了 真是不知道 怎么感谢你才好 我做了饭 要不然一块儿吃饭吧 这就已经够麻烦了 还吃饭呢 爸爸 火车侠肉可以就可以了 咱们一块儿吃嘛 行行行 好 下来吧 这也太麻烦你了 没有 我该吃饭了 在人家家里 懂得礼貌 没关系 在火车侠这儿 可以随便吃 爸爸 你不让妈妈来接我 放学吧 这样整天就不会迟到了 爸爸不是跟你说过吗 妈妈出去拍戏去了 这段时间也回不来呀 非常时机 咱爷俩得自己扛 明白吗 回去的时候 爸爸给你买一个 非速火车 我不要非速火车 怎么了你说 小语啊 男子汉可不能在外面哭啊 明白了吗 嗯 你别光嗯 男子汉大丈夫 说话要勇敢点 明白 好了 快吃饭吧 真好吃 新老远 来 我来吧 你不用这么客气 我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这活了 还不让我干 我这多不好意思啊 小远跟我说 你跟他保证过了 说以后照顾他 都有你一个人负责 谁都不靠 这不是父母岁数大了吗 看着他们这么大岁数 还为小远忙活 我说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 再说了 作为一个父亲 照顾小远 那本身就是我的义务 作为一个儿子呢 能够让父母安享晚年 也是我的责任 所以于情于礼 小远都对我自己来待 虽然心里是这么想的 有的时候 想做一个好父亲 怎么就那么难 特别是要加班的时候 和小远跟我 在这儿胡闹的时候 烦都烦死了 没法说 你以后要是加班 没有时间来 你就给我打一个电话 我把他带回家 等你忙完了 你再回来接他 那儿都不好意思啊 我说你 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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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吧 再见 再见 拜拜 拜拜 你不是剩下的产品 只是很多人没有发现 也许你太高竟了 很多人根本不敢去想 这点你应该自信 你有很多好的品质 也许你自己都没在意 你非常努力地工作 给很多人带来了幸福 你碰碰撞撞 经常穿错鞋 这是你的强项 但绝不让人讨厌 我向你保证 你肯定能得到幸福 相信我 谢谢 谢谢 再见 谢谢 我 我 你 我 得 我 你 不 我 你 那 你 很不错吧 相当不错 今天晚上不是出去喝酒了吗 怎么没闻到酒味啊 你不说让我少喝酒吗 突然这么听话了 我得对得起甲鱼汤啊 你要愿意喝 我天天给你炖 别弄温柔啊 这玩意天天的谁受了量 我先洗澡啊 你快点 来 你在干吗呢 我那个什么 我得收拾收拾 我来吧 放这儿 你的衣服上好像有香水味啊 还有吗 你说什么味儿 香水味儿 我怎么没闻到 什么你身上喷的 别瞎说了 我从来都不用香水 那就是客户的 有些难缠的客户一跟你聊 就聊了两三个小时 离都又近 能不飘过来吗 这香味儿 子 不 你别连开了 可能会有些轻松 我也不信 我那我说 不要连开了 刚刚我都不听到 变劲了 你这些朋友 你喝吗 我妈今天跟我说了 说啊 让我别老想着自己的幸福 得关心弟弟妹妹 要不 你有时间找贾成谈谈吧 有些话呀 也许我这个当姐姐的 都不好说 她有些话愿意跟你说呢 那就杨璐出去拍戏那事 有什么聊的 你说会不会 贾成在外面有了外遇 杨璐才出去拍戏的 这女人思维 人家都说了 贾成和你 这个年龄段的人 是外遇高峰期 你看他们 他们在外面事业有成 呼风唤雨 回家呢 开始面对黄脸婆 有审美疲劳 再加上 那些送上门的漂亮小妞 没有坐怀不乱的 你没外遇吧 你别瞎琢磨了 你想你弟弟的事吧 这是大事 真瞎琢磨的 喝点 你怎么了 你这个腰有点酸 小妞啊 别磨蹭了 快来 吃完早饭 赶紧上班去 我现在就盼着 能睡个自然醒 看来等到这一天 非得辞职了 一天吃地已在于晨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年轻人不要怕吃苦 小妞 快 去看看弟弟 怎么还不起床呢 她睡够了 自然就醒了 这么早谁发信息啊 是你男朋友啊 不是 是王文文 她去香港购物了 问我喜欢什么 说要送我 晓月 怎么你 戴戒指了 谁送你的 妈 你别大惊小怪的 现在年轻人 都流行戴戒指 来 我告诉你啊 食指表示未婚 中指表示恋爱中 无名指表示 已订婚或结婚 小母指表示独身 妈 我看看你的戒指 我这二十五年前就戴上了 从来没摘下来 我看看 你这戒指现在太土了 现在都流行那种情侣对绩 你特别有感觉 妈 等你跟我爸迎婚的时候 我送你们一段 我突然想起有点急事 我得马上走 别动我手机 怎么了 谁的电话呀 干嘛 干嘛不接啊 保险公司 我明确告诉他们 我有长期合作的伙伴了 你看没完没了的纠缠 你多烦人 爸 您上班不戴眼镜吗 好 戒指呢 我放在公司的抽屉 干嘛占下来啊 就陪客户看车 怕这个戒指 把车漆给划了 这是什么理由啊 爸 我有事跟你说 不行 我有急事 改天再说吧 晓月 我发动车了啊 你下来 我不住了 那我走了 我真的想亲口告诉她的 没给我这机会 喂 喂 刚才你来电话的时候 我不方便接 所以就挂了 不好意思啊 那个 我的戒指是不是 忘在你那儿了 对 是忘在我这儿了 我满处少 果然落你那儿了 那怎么办呀 怎么给你呀 让你直接送过来吧 好像又给你添麻烦 一点也不麻烦 如果你方便的话 那咱们在哪儿 对不起 那个 我有点事 一会儿给你打过来啊 再见 这是公司 这个月的业绩报表 我们给我下沫 中午 我 又快迟到了 行行 你们先走 行 行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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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蒋先生 对不起啊 蒋先生 我这么准备给你电话呢 爸爸 你有欧边总之后一个来电话 好吗 行 我知道 你这儿 给爸爸两天适应的时间 好吗 拉钩 拉钩 拉钩上吊 一百年不许变 随便学有小狗 好 蒋先生 你赶紧带小远回家吧 好嘞 邱老师再见 小远再见 麻烦你了啊 走 再见啊 来了 我不是说我想吃 夏威夷鬼烤味的吗 那种人家说卖煤了 这种也挺好吃的 尝尝没 可是我不想吃这个呀 要不然咱们去东城的分店吧 大小姐 我喂一个这个 你至于跑半个城了 你怎么一点也不宠我呢 我只是觉得不知道呢 喂个这个 跑半个城市了 什么呀 这是什么呀 我说要吃康根达斯的 这是什么呀 我本来就不吃这个 我已经陪你来了 你还要怎么样 你这是不重视我的表现 如果你爱我 就是跑去也应该愿意吧 你至于说这种伤人的话吗 反正我已经买了 你爱吃不吃吧 你当时追我的时候 怎么不这么说话呀 太过分了 居然都不追我 要不我给贾成打个电话呢 我看看他到哪儿了 别打了 五点多钟刚打完 在接小远的路上 你看他眼睛还到了呀 来了 来了 快快快快 快来了 就等你了 开饭 怎么还没吃啊你们 等你的吗 不是 我吃过了 这个是麦当劳哦 这饭都做好了 怎么在外面吃啊 三弟也不如我说你了 你下次不回来吃饭 提前打个招呼 你看把我们给饿了 真不懂事 我哪知道你们等我呀 昨天不是说好的吗 我一个人带小远 一时住心我都管了 我们自己在三楼开会儿 不是假的 你说你要自己带着孩子睡 我同意了吧 你说你要每天 自己接送孩子上去 上幼儿园 我也没反对呀 你说你要自己做饭 你会做饭吗 你长这么大 妈让你下过一次厨房吗 还有 成天在外边吃饭 那可不是常事 要不这样 你平时啊自己带 吃饭呢还是在一楼大火 你就像我 既有独立空间 又能吃成热壶饭 康叔叔爸妈 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 可是杨禄这一走呢 他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我天天下来蹭饭吃 什么叫蹭饭呢 妈愿意你蹭 这 这不挺好的吗 不能蹭一辈子吧 你都吃了二十几年了 你说你去日本之前 哪天不吃妈做的饭呢 您真打算养我养到五六十岁啊 行了 这事不说了 不养儿不知父母恩 您这样就借着个机会 让我体会体会 好 杨禄说得对啊 三十几岁的人了 他该断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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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生活了对不对 得了 你别惯着他 以前你惯着他 他是一来伸手 犯来张口 后来娶了媳妇 有个全职太太似乎 这不是一辈子的事啊 露露是个演员 说不准哪一天 就出去玩戏去 一去几个月 让他们别人俩 饿几个月 说得是啊 妈 我跟我大姐 可是打十岁开始 你就教我们俩做饭了 男女平等啊 她也该学学了 行了 行了 我叫你大姐去 爸 找我啊 怎么了 这贾成 他说不在这儿吃饭了 他要带着孩子自己开火 你怎么看 你会做饭吗 不是 学吧 那将来总该会吧 咱们家是民主家庭 投票 对 投票 我赞成 投票 老汉你不算 我 我 你爸和你妹 同意加成自己做饭 你反对 我反对 二比二咱们打拼了 什么就二比二呢 妈 我没说不同意啊 就算大姐反对 那又怎么样呢 我还有自己呢 我自己投我自己一票 三比二 如果大姐再投我一票 四比一 您就更没胜算了 那还有光达呢 还有晓月呢 小 晓钟 都把他们叫一下 投票 来 他们都出去了嘛 怎么着 和 和着我成孤家馆 都打人了 还是让我投上一票吧 我站在你这边 不过您得改姓啊 你叫贾太 屁 这辈子就剩一个姓 是我自己的了 谢谢啊 谢谢啊 那个 那个 你先说 那天真不好意思 也不知道怎么了就 是啊 怎么就什么了呢 我以前不会这样 就算是喝多了酒 也不会真的 我相信 我们还是 忘了吧 是啊 我也这么想 那就这样吧 好 就这样 但 我们不是坏人 嗯 我们都不是坏人 只是 好人 做了坏事 也不完全是 好人做了坏事 只是 只是对 不会完全是 好人做坏事 应该 应该怎么说呢 做了不应该做的事 对 太对了 不应该做的事 那 再见 好 再见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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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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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谢谢 来 我来吧 主持人 哎呀 累死我了 哦 回来了 哎 给你动了您要吃的牛尾汤 快喝吧 哎呀 我今天吃得很饱 啊 洗个澡去啊 吃过了 咱们去回家 哟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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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那个刀削面学得怎么样了 我觉得有大有进展 光有进展不行啊 什么时候能上我们家 给我妈展示展示 有点怕 没出息 活了那么大年纪了 胆子这么小 头一回见丈母娘 这个年纪没关系 你那饮料少喝点 太甜 吃这个 油炸的 有致癌物 这个菜我今天点得不好